接住 接住一下 你很激動 你看我們的同事都嚇到了 你冷靜一點 這會是超激烈的 剛獲得廣播金鐘獎的陳明珠 接下三立全新一季 愛玩客之快客廚房2的主持棒 節目中將邀請外國朋友 一起認識客家文化 享受客家美食 客家很多米食 用米做的食物 那其實這個芋頭版的就是 通常用版這個字就跟米有關 那這個就是叫做烏拌 對 那這個蘿蔔絲餅呢 叫做肉配食餅 肉配食餅 它是炸的嘛對不對 對 也可以煎的 我覺得這些對你來說都太難了 你可以就學一句很好吃就好了 你還記得嗎 很好吃 他全部忘記了 每次去屋的時候 他會夾我一些 那你有記得的嗎 但是很多的我都會問幾 真的 那你有記住一句話說 叫他很漂亮 你很漂亮這句 他也忘記 我還是要考 對 所以後來我們有別的來賓來 哎呀 雖然費丹尼有點落差 但這個全新企劃 可是讓陳明珠非常難忘 我很驚訝的發現 其實包括跟巴西 還有其他位外國的來賓朋友們 我們會從客家文化當中 發現跟其他國家的文化 有相似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非常神奇的 希望透過外國人的眼光 重新看看台灣的客家文化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真的很希望 能夠把客家文化 能夠跟世界各地的朋友們分享 我們有一些地方已經走過了 但是從外國人的眼光 同時我們也會有大部分用英語來介紹 所以這個節目會很適合讓外國人 透過這節目來認識台灣的客家文化 因為我在台灣11年 還有我還有的朋友是在台灣 已經20年25年已經結婚了 但是他們也是不懂很多地方 所以我希望就是這個節目 也可以帶給他們更多的新的資訊 他們可以更多了解台灣這樣子 新的節目內容將用不同角度 帶大家更認識客家文化 陳明珠對自己也有很大的期許 因為本來我就是有很濃厚外景魂的人 那每次在出外景的時候 真的很需要這樣的熱情 然後希望能夠帶著這種熱情 我們繼續出外景 那幫三立同時也幫我們的節目 同時也是為我自己 能夠再拿下下一座電視金鐘獎 10月20日起 愛玩客之快客廚房二 將於每週日下午5點 在三立讀會台播出 千萬不要錯過囉 完全娛樂 一定要看 拜託明年我要因為這節目拿金鐘 綜合報導 成功跨讀電視 以及新媒體版圖的 完全娛樂節目 不僅娛樂專業受好評 更不停刷新新紀錄 恭喜 恭喜恭喜 YouTube頻道 要把新的目標 五月天 把你們做一個片頭Jingle 開播24年 完全娛樂成為各界最信任的娛樂品牌 娛樂圈焦點 華人娛樂 第一指標 依舊最愛 完全娛樂 無論是打開電視 或是連上網路 就是要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